今天带大家聊聊巧克力成品线上的那些事 我们这个巧克力的包装采用的是六层布膜工艺 防潮防水测化性比较好 而且采用的是这种龙片布的这个材质 具有创建的铸气性 更有助于肥皂中转转身材和阿尼范的功效 所以这个包装袋非常非常坚实 把它用完之后呢这个包装袋不要丢弃 可以随着这条线、踩点 作为一个包在牢子中可以使用的 这巧克力包装的这个凤梨线 是这个砖子断媒定制的巧克力蓝 非常非常坚实耐用 那是个砖属防水线 巧克力可以用的是一代一码 这个码就像我们人的生命证一样 可以进行一个资料追溯 通过这个码可以追溯到产品 是谁生产的 这是明码 还有一个是暗法是防止这个串货 巧克力是指定区域销售 如果是串货或跨区域销售 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是最后预警和精准的一个判断 我们的巧克力才用的是双重的计量标准 第一是验脑控制、精准计量 第二个是线绍、复乘 确保我们每一代重量合格 如果是发生个问题 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预警判断 这是我们颗粒鼠用肥包装生产的主动马座县 根据这个高车的这个秩序 这个有序马座 这一座呢正好是一端 数据非常非常的精准 做形呢牢固美观 从这里有时候呢 入车免库等待装车发货 2013年 巧克力开辟了肥料好业的新品力 颗粒属肥 因为聚焦 所以我们更加专业 我们在设备研发和创新上 进行了积极的学习和探索 目前我们从造力车间 到我们包装车间 超过60%的设备 是我们自动造口自主研发的 实现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有效管控 及时追踪产品的溯源 实践了产品制度化管理 未来我们依然会积极改造和学习探索 全力为克力数物肥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